大家好 我是Tim哥 嗨 大家好 我是VEGA 我今天是燒蝦 燒蝦的非常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聲音壓過你了 好 繼續 今天我們找VEGA來拍這一集 其實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要來Review一下 2019年Apple 它到底出了哪些的產品跟服務 還有 2020年 蘋果 會有什麼樣產品 我們要來 猜測一下 今天這一集走我幹什麼 你達人 你應該Review可以自己做就好啦 沒有沒有Review 我要跟你聊天會比較 因為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你是女生我是男生 欸 性別歧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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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這樣分別 OK 好 就是我們兩個人 因為兩個個體戶 感受不同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 好 看之前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3 2 1 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在分享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倒帶一下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然後1月底的農曆年 打牌大賺錢 先祝你們 那我們要來Review一下 2019年 我們先從1月開始看 蘋果1月 他有發產品嗎 沒有特別發一個產品 但他有出一個小小的那個充飲電磁殼 唉唷 我有裝 iPhone X的 充飲電磁殼 這個還蠻好用的 老實講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在用 你看我已經用了一年了 對啊 他其實壽命還算蠻長的 充飲電磁殼 而且他又支援那個QI的無線充電 我覺得他蠻方便的 而且他真的是聰明 我必須再幫他背書一下 他有多聰明呢? 沒關係 我的影片連結放在上方 我也有開箱過 是 好巧 我也開箱過 那文章放在下面 資訊欄可以嗎? 沒有問題 可是你那個東山新聞 那個文章你繞得出來嗎? 當然繞得出來啊 打到我的名字就會 好 沒問題 所以他1月初充飲電磁殼 2月應該沒產品了吧 因為通常蘋果發表會是3月 春季發表會 所以2月有產品嗎? 2月的話 最主要的話就是軟體更新 iOS的軟體更新 軟體更新 他那時候更新好像是iOS 12.1.4 他更新了什麼? 他那時候剛好 你知道老人 我知道我知道 我幫你回憶一下 我現在就是一個安養院 把你推出去曬太陽的狀態 其實我這個是輪椅 他那時候更新就是因為 他們那時候有爆出說 那個Facetime的群組聊天 好像有竊聽的疑慮 所以他們都更新的時候 就是順便把這個debug掉 把他debug掉 所以是iOS 12.1.4的 中大更新 3月 3月就春季發表會了 春季發表會 大家都知道 這服務為主 就是Apple TV Plus 然後還有 Apple Arcade 就是遊戲的那個訂閱 然後還有news plus news plus呢 台灣比較沒有 因為還是以國外為主 對 沒錯 對對對 所以春季發表會你有去嗎? 春季那時候很遺憾 沒有受邀 OK 你可以跟蘋果說一下 沒關係啊 因為其實那些明星 除了歐普拉之外 我其他人也看不太懂 所以我有看 我也有看啊 那時候有熬夜有看 但是對 那時候我 那些明星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吧 這場我沒有去也是沒關係 要不然我真的寫不出來 不過呢 那個月其實 他除了發表會以外 他 你知道蘋果呢 他的個性就是有一些呢 他就會默默的就上架 他那時候也沒有默默啦 他只是在那個發表會前 一個星期 然後突然發新聞稿 對 然後告訴你說 我們要發AirPods 2 然後要發 New iPad Air 跟New iPad Mini 沒錯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呢 那個禮拜呢 所有的那個 媒體啊 都快瘋掉了 對 沒有錯 因為想說完蛋了 今天會不會又有新的更新 然後一直 很焦慮很焦躁 你知道嗎 很像在刷那演唱會門票 我們每個人按F5 一直狂按 F5 到底有沒有發 到底有沒有新東西 到底有沒有新東西 那時候真的很緊張 超緊張的 沒錯 所以我們三月份 以硬體產品來講 就是有 New AirPods 就AirPods 2 對 還有New的iPad Air 跟iPad mini 對 我也講一下 其實今年的外媒 不今年 2019年的外媒 他有挑出蘋果 哪個硬體是最CP值最高的 他們挑出來的是 New iPad Air 為什麼 他沒有講原因 他有講原因 以後再跟大家說 沒有我們今天這一則是Review OK OK 然後再來 四月份應該沒有了吧 四月份的話 好像就很安靜 很安靜 應該就是小小的一些 比如說iOS點擊點擊的那種 那就是安靜 那就是安靜 大家休息一下 好 五月 五月的話 那時候就是 他們發了一個新產品 蠻特別的 Power Beats Pro 哎呦 哎呦 是不是又有了 欸 我忘了拿過來放 哈哈哈哈 在這裡 Power Beats Pro 在這裡 好用嗎 他的特點是什麼 說實話 這個是抽獎品 所以抽給粉絲的連結放上面 這集的連結 感覺會很一大牌 但這集是 這個是真的是要抽獎用 所以我也不敢去連結 但事實上 其實那時候 我有 但是你還是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你有看到他真正的顏色嗎 沒有 這個顏色是你選的 你忘了對不對 來 換我呈現一個老人的狀態 因為那時候 我說我們要辦 最後12月 2019年12月最後一個抽獎活動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我要上網買那個Power Beats Pro 然後你就說 那選這個藍金色比較好看 這是你選的顏色 對 沒有錯 這好像戒指 這是 哦不是 幹什麼 幹什麼 如果這樣子跟我求婚 我可能會接受 真的假的 我不要戒指 我要3C產品 天啊 我跟你講他結婚了 OK 來來來來來 你覺得這是你選的顏色 藍金配 我想想看到他的那個顏色 我就想講 他是真的蠻好看 其實非常好看 其實非常好看 所以5月份是Power Beats Pro 對 然後他還有發那個第七代的那個iPodTouch iPodTouch 有有有 這個有嗎 iPodTouch我沒有了 沒有是不是 iPodTouch我就沒有了 對不起 就沒有了 好像還有一個產品 什麼產品 八核心的那個 新的八核心的Mac MacBook Pro 哎呦 5月份 對對對 然後他是搭載第三代那個蝴蝶鍵盤 蝴蝶鍵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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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那時候6月份才很多人在開始買MacBook Pro 因為他有八核心的 那6月份呢 就我來說 就WWDC 那WDC就是所有的iOS系統的全部更新 比如說有iOS13 然後Apple Watch的那個 那個是 WatchOS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把平板獨立出來 變成iPadOS的獨立版本 這是最特別的地方 對 這幾個比較特別 然後TVOS有更新嗎 有 也有嘛 然後那個Catalina Catalina 對 就是Mac的OS系統 對 他們幾乎所有產品都有OS的更新 然後他這次其實所有的更新 我覺得最最棒的是他把Mac 他可以延伸到iPad可以互相應用 他等於延展成第二個螢幕 對 以前要延展成第二個螢幕的時候 你還要花錢買 對 對不對 買一個App 然後用過去 但他們現在已經都可以互相聯動 對 而且我覺得獨立的iPadOS 是真的還蠻好用的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防 對 尤其是他可以去幫你讀取SSD 對 讀取外面的硬碟 還可以壓縮跟解壓縮 超棒 而且我覺得最需要的功能就是 可以用滑鼠 因為我很需要滑鼠這個功能 對 他可以連動滑鼠 可以連動滑鼠 好這個就是1月到6月 其實7月到12月份 大家的記憶點可能會比較清晰一點 因為現在比較近一點 但是我知道的是7月份 他好像是沒有任何東西 7月份嗎? 我想一下7月份有什麼樣的產品 沒有東西 那時候好像 因為快接近9月了 但我覺得你剛說求婚用 那個 3C產品 是很重要對不對 但我覺得8月份的產品 我來講 我覺得會更適合你 好 8月是出了什麼東西? Apple Card 蘋果的信用卡 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贏吧 如果這一張卡掏出來 我立刻跟對方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可是Apple Card 你有看過實體嗎? 老實講 我沒有 我還沒有就是這個融線 可以看得到實體 老實說我也沒有 可是有聽說 他是用那個 鈦金屬去做的 對 而且我有看過前陣子 那時候剛出的時候 有YouTuber拍一個影片 他還拿那個子彈去射那個Apple Card 結果呢 沒事 又擋掉 沒有射穿 那他有凹進去還是什麼? 但有凹 有凹 可能這樣還能用嗎? 我覺得Apple Card 他重點應該還是在 他是綁定在Apple Pay裡面 對 所以那張卡只是炫耀用 我可以這麼說嗎? 可以 因為如果我有Apple Card 我也會想要拿出來 對不起 我套一個我的 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怎麼辦? 對 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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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Apple Card 哪天真的可以引進到台灣 我超想要 我跟你講 你Apple Card引進進來 我會第一個幫你拍影片 沒有問題 不要說拍影片 你會幫他寫文章 寫個兩三篇吧? 一定會啊 大寫特寫 消費一筆就寫一筆 各位國民 對不對? 跟蘋果反映一下 我們台灣Apple Card 因為好歹呢 現在台灣金管會一直說 我們要跟上網路的腳步 我跟你講 還是不夠快 OK? 金管會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頻道立場 好 我們冷靜 等一下 我們還是冷靜 好 9月9月9月 9月你說好 9月9月就是iPhone發表會囉 就是每年的傳統 對 但很開心 就是我去年9月終於可以去 聽播發表會 那感受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也有去 我覺得那感受是真的很不一樣 就跟你在那個看新聞稿 或者是說看直播那感受完全不一樣 真的 你走進去 你第一次他踏入那個 就是賈伯斯劇院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感觸 我老婆說我眼眶我泛紅 真的假的 因為我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死果迷啊 我知道 欸 你幹嘛還回應大家 不是 我幫大家說 我知道 對 就是 會覺得說 這能踏得進去 然後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一開始在錄影片的時候 我NG了兩三次 然後我老婆說 對 我老婆說 情緒給我拉回來 對 就是不要太一直在那個 覺得哇 終於可以進來 很感動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後來去了以後 我真的覺得 真的 有機會的話 你進不到賈伯斯劇院 也到外面的Apple Park 其實外面Apple Park 長相其實跟 我們的那個新衣S3 還蠻像的 是真的蠻像的 但是裡面就是有一些特別的限定商品 對 比如說包屁衣 包屁衣 T-Shirt 對不對 今天一樣 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就把 這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去找到 他是Memory Cast 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在Review 2019 你看全部全新的 我就不開了 他就是有把一些歷年的蘋果的最重要的產品 他都會用像卡牌一樣 翻兩張就可以 那有點像是翻色卡 對對對 然後我們在農曆年前就可以跟 家人朋友一起玩 跟你們家的果蜜一起玩 不是果蜜就不要跟他玩了 對啊 好不好人家玩一玩就變果蜜 OK好 那最後這個活動 我們最後再叫助理跟大家說 好吧 他不是要送給我 對不起 沒有 你可以參加抽獎 對你也可以 你可以留言抽獎 好 沒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就是黑箱作業嗎 不行 這個也十塊美金 他也是有一定的價值 對有一定的價值 好 然後再來 9月除了 他現在想要跟我們聊天 我把他關掉 他有一起反應了 對 不過8月有想到回一件事情 什麼事 8月其實台灣有發表了 Hompa 哦 對耶 Hompa 雖然國外早就發了 但是台灣是8月才正式發表 對啊 就在旁邊 這裡 就在這裡 這裡 就在這裡 有沒有 我突然想起來了 8月 對台灣的就是果粉來說 這頗具意義 對 好 然後9月份就是iPhone 11 11 Pro 還有第七代的iPad 還有那個Apple Watch的第五代 第五代 Apple Watch 第五代 然後再來10月份 10月份你說好了 10月份你文章出超多的 有嗎 就是iOS 13 因為有一些 你知道13對於國外來說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 剛好他們的13也瘋狂的更新 真的假的13是 會不會是13號星球那13數字 對就是那個意思 對就是他們 所以他們就是說逢13他們必須 對 他們就說iPhone也逃不過這個魔咒 OK 所以13 對大家有沒有印象你的iOS 每天應該幾乎幾天就跟你說 該更新囉 該更新囉 該更新又有栽情喔 之類的 還有那個DeepFuture 那時候才開啟 對 DeepFuture那時候才開啟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Siri的竊聽事件 那時候就是因為有發生 大家有發現說 就是Siri好像會竊聽的疑慮 對 然後就是大家那時候不說 常常說什麼自己講什麼話 都會被Siri聽取 然後盜取你的一些資訊 所以那時候他們好像有做 針對這一點去做更新 也是更新 OK 反正就是10月份就是不斷更新月 對 蠻多更新的 蠻多更新的 那11月就是我最有印象就是Apple TV Plus 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 你開了嗎? 我開了 我有看那個晨堅 那個Morning Show 喔 好看嗎? 其實我有開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時間 好好的坐下來看 那所有片子 你可以都不看 你可以只看這個晨堅秀 真的嗎? 那有這麼好看嗎? 他越後面越精彩 真的喔 他一開始 就是在講說 他們是一起 就像我們這樣一起播報的主播 男主播女主播 但男主播一直疑似 偷吃被爆發了 所以女主播就非常的生氣 那事實上 他就是用這個故事開始來帶 後續的一些相關的一些互動 對 那女主播就說 好 那我 我要自己擔當一面嗎? 還是我要去找他呢? 什麼的 麻煩自己看Apple TV Plus 那好處是 記得 在這個影片 我們看完以後的1月底之前 二零二零一月底之前 你一定要去開通 對 因為他有一個時間限制 對 不然的話呢 你就沒有免費了 沒有錯 你不要覺得說 我這個時候再開 才開始算一年 不是 他是有期限的 其實我覺得 一月底之前開啟的話 蠻好的 因為剛好可以打上過 你那個 農曆年前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比較有空 你就看影集啊 追劇啊 或什麼之類的 趁那個時候 沒錯沒錯 然後還有16吋的MacBook Pro 對 MacBook Pro 對 那時候 那個阿輝的一個好朋友還 你們是不是拆了他 對我拆開 一樣連結放上面 那個連結又多一串 又多一串 對 是不是還有那個 充電電視殼 又發一款 iPhone 11跟11 Pro用的 對 你有嗎 有嗎 我有 助理有嗎 我沒有拿 但我沒有拿來 沒關係 但是他這次好像有 有出了多了一個顏色 是不是 多一個粉紅色 粉紅色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那個 那個按鍵 實體那個 拍照鍵 沒關係 放在上面 越來越多 所以你有發現到 我幾乎都有開箱 我幾乎的這個不能放資訊卡了 要下面放連結 就瘋狂的放連結 ok 好 然後再十二月有你說 十二月的話 就是那個Mac Pro跟那個 他們那個Display 那個XDR XDR 就是好像正式發售 就簡單講 十二月份 就是一台特斯拉的錢 可以這麼說吧 沒有錯 是吧 對 是不是加起來大概100 最頂規的話 這樣加起來 是不是160萬 160萬啊 特斯拉 真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還有找 特斯拉不是有一輛是150萬 150 對 所以還有找十萬 那不錯 便宜啦 可以啦 特斯拉便宜啦 這些就是我們今年 去年2019年的1月到12月 大家還有印象嗎 那我們一樣 我們這個系列的下集 就是要講2020年到底Apple會有哪些的新的東西出來 我們要來預測一下 好 然後這個怎麼抽 來 處理 你自己來吧 好 我來這邊 我已經新的一年開始 你來吧 好 不是給VEGA 好 那一樣 抽這個方法 就是一樣 我要抽 Apple Memory Cast 有加S 我記得 S哦 要拼對 然後空格 你自己的E-mail放上去 好 那我們到時候呢 這個沒有任何的什麼上限 因為我們有些抽獎 都會有個上限說 這個要觀看數多少 這個沒有 這個一樣 這則影片上片15天後就抽獎 好 這是非常簡單 OK 大家留言 一樣哦 要去分享 還有訂閱一下 我們Tim哥生活副頻道 還有Tim嫂頻道 跟做年旅人 還有我的IG Sansi Tim 那我們就下集見 拜拜 一下 開始 一下 一下 不要